朋友们好,我是蝌蚪爸爸 今天我们来做一片叶子 网上找个叶子的图片 打入Sketchup 榨开图片,用手绘线扣出叶子 做成群组 接下来要用到关键插件 形体弯曲,ShapeBender 我们把叶子旋转一下 因为形体弯曲插件 必须沿X轴红色轴线才生效 先画一条直线 长度和叶片一致 接着画曲线 选择叶片 单击形体弯曲命令 先单击直线 再单击曲线 生成曲面 这样叶片的纵向曲面就做好了 将叶片旋转90度 重复上面的操作 画出叶片的横向曲面 再说一遍 曲面弯曲方向 必须沿X轴才能生成 修正一下细节 一片叶子做好了 感谢观看 再见 再弄下说一遍 请不吝点赞订희 Intelligence